发现和分享手工的喜悦 这里是恭喜手工实验室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渐变泡芙链条包的勾边制作教程 线材采用3号珍珠蕾丝和5号翼蕾丝 搭配出两种渐变效果 成品试剂可用 简约而不失柔美 独特且百搭 具体配色色号和勾针型号 参考材料包详情 购买原版材料包 可在淘宝搜索店铺 恭喜手工实验室 或店铺号99350333直达店铺 如果想要第一时间 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新浪微博 整款包包由包生和侧边 两个部分组成 包生采用索珍奇珍法 来回往返勾织 主体完成之后需要进行勾边 接下来进行具体的演示 首先进行起针 包生部分是以一股易蕾丝和一股珍珠蕾丝 合并为一股来进行勾织 将线在左手小指上绕一圈 从食指和中指间穿过 用大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放在线的后反 绕线 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 勾针再次绕线 拉出 拉紧线头 这样起针就完成了 接着勾锁针 勾针绕线 拉出 这就是一个锁针 先勾40个锁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40个锁针 我们在最后一个锁针的一根辫纸上 先放一个记号扣作为标记 接着再勾三个锁针 接着来我们进行第一行 勾针绕线 调起记号扣标记的这个锁针上方的一根辫纸 绕线拉出 注意线圈拉松一些 再次绕线穿过同一个辫纸 绕线拉出 这样一共绕线拉出4次 接着勾针再次绕线 从勾针上所有线圈拉出 再勾一个锁针 这就是一个泡芙针 接下来我们跳过下方的相邻的一个锁针 在下一个锁针上调一根辫子 同样勾泡芙针 绕线拉出4次 注意线圈都要拉得松一些 最后绕线一次从所有线圈拉出 这是第二个泡芙针 一开始的记号扣可以先取下 勾一个锁针 同样跳过下一个锁针 在相邻的下一个锁针上 再勾一个泡芙针 第一行的编织规律就是 每隔一个锁针 勾一个泡芙针 常规的泡芙针本身就是以一个锁针作为结束 图解中将这个锁针画出来作为间隔 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这里已经完成了第一行所有的泡芙针 可以看到下方是我们起针的第一个锁针 勾针绕线 调起这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绕线拉出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直接拉出 这是一个中长针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一行 接着勾三个锁针作为第二行的起立针 注意在第二根锁针的一根辫子上放一个记号口 翻转支片 接下来我们要在上一行最后两个泡芙针之间的锁针形成的空间中勾泡芙针 口针绕线穿过这两个泡芙针之间 绕线拉出四次 最后完成这个泡芙针 同样是以一个锁针完成 接着直接在下两个泡芙针之间勾泡芙针 这样重复完成第二行 这里已经完成了第二行全部的泡芙针 最后仍然和第一行一样要勾一个中长针作为结束 这个中长针录针的位置在起针时 最后一个锁针的两根辫子上 接着勾两个锁针作为第三行的起立针 在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放几号扣 翻转支片 注意单数行的第一个泡芙针是勾在上一行最后一个泡芙针和最后一个中长针之间 接着再跟第二行一样都是在两个泡芙针之间勾泡芙针 注意最后一个泡芙针是完成在第二行第一个起立针和泡芙针之间 完成之后调起第二行的记号扣的位置的两根辫子 勾中长针 结束第三行 接着双束行都是勾三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在第二个锁针的一根辫子上 放记号扣 翻转支片 第四行的编织规律和第二行是一样的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完成第四行 并且重复这样的规律一共完成44行 这里已经完成了包芙主体部分44行的勾织 最后勾一个锁针固定 断线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包芙部分的勾边 由于包芙是来回往反编织 所以没有严格的正反面 勾边的起针处可以在最后一行的左侧或者右侧 勾边使用的是两股纯色珍珠蕾丝进行 先在左手上挂好线 在主体最后一行任意侧 空间路针 将线头和字片捏在一起 拉出勾一个锁针 接着勾短针 勾的同时注意将起针的线头收进去 再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放一个记号扣 这是用于标记下一圈加针的位置 接着再勾两个短针 这两个短针是围绕侧边的锁针柱子进行的 接下来在下一行的侧边的中长针的柱子上 围绕它勾两个短针 勾边部分除了四个边角有加针区 其余的位置全部都是针对每一行的侧边 都是勾两个短针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勾到下一个边角处 这里我们已经进行到下一个边角 围绕边角第一行的中长针 先勾两个短针 接着再勾一个短针 这一针是下一圈加针的位置 同样放一个记号扣 在这个空间中再勾一个短针 同时转到起针第一行的这一面 勾针调起 相邻的这个泡芙针起针时剩下的两个锁针辫子 勾短针 勾的同时注意将起针时的线头放在勾针的上方收进去 接着穿过两个泡芙针之间空出来的锁针 的锁针空间勾短针 这一个侧边的编制规律就是在每一个泡芙针起针剩下的锁针的两个辫子上勾一个短针 接着在相邻的两个泡芙针之间的位置勾短针 这里完成了最后一个泡芙针上方的短针之后 在侧边的三个锁针的起钉针形成的空间中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 并在这个短针上放记号扣 然后标记下一圈夹针的位置 接着在同一个空间再勾两个短针 之后和第一个长的侧边一样 针对每一行的侧边都勾两个短针 一直到下一个边角 这是最后一个边角 先勾三个短针 在第三个短针上用记号扣标记 在同一个空间再勾一个短针 在相邻的泡芙针的针目上勾一个短针 在接下来的两个泡芙针之间的锁针空间勾一个短针 按照这样的规律完成到开始时的位置 这里完成了最后一个泡芙针 这里完成了最后一个泡芙针目上的短针之后 与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引拔连接 勾针绕线直接拉住 拉紧 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着勾一个锁针作为勾边第二圈的起立针 接着在引拔的同一个针目上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放一个记号扣标记 结束时引拔的位置 接着在上一圈 记号标记加针的这个位置 勾一个短针三针的加针 也就是在同一个针目上勾三个短针 勾完之后 我们在第一个和第三个短针的针目上 都放上记号扣 这是标记下一圈加针的位置 接下来不加不减的 在上一圈的每一个短针针目上勾一个短针 一直到下一个边角记号扣的位置 在之后的三个边角用同样的方法勾短针三针的加针 并在第一针和第三针上放记号扣 这里已经结束了第二圈 在标记第一针的记号扣的位置 引拔结束 接着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三圈的起立针 在同一个针目上勾一个短针 转移记号扣到这个短针上 接下来我们会遇到上一圈第一个记号扣 在这个针目上勾两个短针 相当于完成一个短针两针的加针 在第二个短针 在第二个短针的目上放上记号扣 标记下一圈加针的位置 在下一个短针上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同样勾一个短针两针的加针 再将记号扣放回这个加针的第一个短针 针目上 其余四个边角也按同样的方法 加针以及放至记号扣 这里已经完成最后一针 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引拔结束 勾一个锁针作为第四圈 也就是最后一圈的起立针 再勾一个短针 放上记号扣 再勾一个短针 在记号扣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两针的加针 这里不需要再放记号扣 接下来再勾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同样勾一个短针两针的加针 注意 这里要在第一个加针上放一个记号扣 这是为了标记 侧边拼结石的位置 之后的两个边角按照同样的方法加针 但是不需要再放置记号扣 这里我们来到最后一圈的最后一个边角 在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勾一个短针加针 在第二个短针的针目上 重新放上记号扣 这是标记另一个侧边缝合的位置 再勾一个短针 再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同样勾加针 勾完之后不需要标记 之后直接不加不减 到这一圈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上 勾一个引拔针 这个引拔针先不要拉紧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收针 先预留一小段线头断线 接着将勾针从后往前穿过第二个短针的针目 将线头往后拉出 再将勾针从后往前穿过引拔石出针的这个针目 将线拉出 拉紧 这样收针之后看不出结束的痕迹 之后我们将线头在织物背面的纹理中收几针 大家可以多收几针之后 清理掉多余的线头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侧边部分的演示 侧边同样是使用两股纯色珍珠蕾丝 锁针其针法 先在左手上挂好线 起针 接着勾18个锁针 这里已经完成18个锁针 勾一个锁针作为第一圈的起立针 接着调起第18个锁针 接着调起第18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一个短针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放一个记号扣 接着调起下一个锁针的一根辫子 勾短针 按照同样的方法 不加不减的勾短针 直到最后一个锁针的位置 这里是最后一个锁针 先调起一根辫子 勾短针 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放一个记号扣 这是为了标记下一圈加针的位置 接着在同一个锁针的位置 再勾两个短针 注意在勾第三个短针时 我们会顺着将织物放到另一面进行勾织 在第三个短针的针目上放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我们沿着这一侧 所针剩余的两根辫子勾短针 勾的同时注意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收进去 从这一针开始一共勾16个短针 这里已经完成了16个短针 接着在最后一个锁针的两根辫子上勾两个短针 这两个短针以开始时的第一针同样构成了一个短针三针的加针 在倒数第二个短针针末上 同样放一个记号扣 接着在第一个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引拔结束第一圈 引拔针要拉紧 勾一个锁针开始第二圈 在记号扣的同一个针目上勾一个短针 将记号扣转移到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接着在同一个针目上 再完成两个短针 相当于完成了一个短针三针的加针 在第二个短针的针目上 再放一个记号扣 这是标记下一圈加针的位置 接着不加不减勾短针 直到下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在下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同样勾一个短针三针的加针 并且将记号扣放在第二个短针的针目上 标记下一圈加针的位置 没有记号扣的位置 全部都是不加不减勾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完成第二圈 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 在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引拔结束第二圈 之后勾一个锁针 作为第三圈的起立针 在同一个位置勾一个短针 放上记号扣 接下来遇到记号扣的位置 同样勾三个短针的加针 所有加针都是在中间的一针上放记号扣 作为下一圈的加针位置 按照这样的方法 完成第三圈 最后引拔结束 接下来是第四圈 勾一个锁针 作为起立针 接着我们要固定一个滴扣 将滴扣和字片捏在一起 勾针穿过滴扣 再穿过字片 勾第一个短针 这个滴扣是由开始时的第一针和结束时的最后两针固定 接下来可以不用管它 按照同样的方法 按照同样的方法加针 并完成最后一个加针 这里已经剩下最后两针 将滴扣和字片捏在一起 完成最后两个短针 并固定住滴扣 最后引拔结束第四圈 之后的第五圈 也就是最后一圈的加针方法 与前面几圈都是一样的 这里就不再具体演示 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之后 断线并按照包生收针的方法收好针就可以 接下来我们进行主体和侧边的拼接 我们在主体勾边时 预留了两个记号扣 作为侧边拼接的起始或结束点 侧边的起始点是在 短针三针加针的中间那一针的位置 因为是使用短针进行拼接 为了使短针的正面全部都是朝向外侧 包包两侧的拼接方向是不同的 左侧是从前往后进行勾置 右侧将会是从后往前进行勾置 接下来我们用右侧来进行勾边的演示 从前往后数61针的位置放一个记号扣 这里会是拼接的起始点 将勾针穿过这个记号扣标记好的位置 记号扣可以先取下 左手挂好线 将线头和包生的织片捏在一起 捞线拉出 勾一个锁针固定 接着勾针穿过同一个针目 同时再穿过侧边的起始点 这个位置如果容易看不清楚 可以预先用记号扣标记 接着勾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同时穿过两个支片 相邻的短针的针目 勾短针 不加不减的一直勾到 拼接结束 勾的同时注意将起针的线头 放在勾针的上方收进去 侧边全部拼接完成后 用勾针将多余的线头 缠在植物背面的纹理中 再修剪掉多余的线头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进行配件的安装 先取出所扣的上半部分 用螺丝刀将背后的螺丝拧下 将背部的垫片先拿开 接着将包盖的部分 对折一下找到中心点 将上半部分对起这个中心点 找到螺丝孔的位置 找到螺丝孔的位置 接着可以用勾针将需要穿过螺丝孔的位置 扩大一下 对齐螺丝孔 将垫片对起放好 双上螺丝 这样锁扣的上半部分就固定好了 接着取出锁扣的下半部分 这是您锁 注意锁头的两个按钮 只有一个是会活动的 按下去之后就可以打开锁扣 将两个部分连接在一起 找到合适的安装锁扣的位置 确定好位置之后 就可以将手扣打开 捏住下半部分 数一下左右两侧的帧数 是否刚好在中间 接着翻到包身内侧 用固定垫片 固定好之后 将脚钉压下 B-20可以使用钳子等工具作为辅助 这里我们只进行基本的演示 这样手扣就安装好了 最后取出链条 用龙虾扣固定在 D-扣上 就可以了 恭喜手工实验室 感谢您的观看 想要第一时间 收看更多更新的视频教程 就拿起手机 扫码关注我们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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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